你想讓我做些什麼嗎? 把鏡子 打不開 把鏡子敲碎 很好 破壞掉吧 你怎麼知道 把門弄壞吧 比起門 小金更重要 去找找能破壞門的東西 這邊應該就是選擇敲... 咦? 說起來 不知不覺變亮了 因為小金不在了嗎? 怎麼會呢? 喔 在三葉跟小金會合之前 要分別操縱他們兩個 三葉可以開門 但小金不會開門 小金可以聽到靈魂說話 但三葉卻聽不到 點擊滑鼠什麼的 OK,QW可以切換 喔 操縱小金時移動到主野房間的話 就會與三葉會合並進入結局 請注意這一點 操縱小金時移動到主野房間的話 會與三葉會合並進入結局 所以這邊就指點 好 我們直接 操縱小金去房間 好 先操縱小金去房間 這到底什麼東西啊 OK 這個 這個 這是他哥哥的棒子吧 我在說什麼 這是他哥哥的球棒吧 這個應該能破壞 這木棒耶 木棒可以打開木門嗎 得快去破壞 但是這個果斷一點 奇怪 眼前的鏡子 印出的人是我吧 剛才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鏡子 是他哥哥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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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了 好 這時候操縱那個小鏡 真有趣 還蠻容易破壞的 小鏡 我現在去救你 小鏡呢 小鏡你沒事吧 你在哪裡 不在 他去哪裡了呢 好 超重小鏡 這傢伙 只說了他想要說的話就消失了 總之 不可三葉會合的話 什麼事都不做不好 喂三葉 打開這個門 喂三葉 你沒聽到嗎 唉 這聲勇氣 你一扇門都打不開 那傢伙去哪裡了 好 喜歡 該不會 計成錯位了吧 就是他們在不同的時空裡面 不管怎樣都很糟糕 是AIRSTAR的群馬 不要被工傷了 不管怎麼說 本莊家的錢 真幫大忙了 這什麼東西 這上 可以騎換 不能這樣開喔 這看夠了啦 這不用看 這不用看 好 你瘋了是不是 對不起齁 我剛剛說你不像午夜列車的女主角 但是 你不是搞什麼東西要砸 你搞什麼東西啊你 好 好 欸 嘿 嘿 喔唷 有些幽靈在走耶 這幽靈應該是不能讀的 這個窗簾後面 注意說過 鏡子能吸收各式各樣的氣 激素的靈力 尤其是舊鏡子 真是 難以理解這些 說漂亮就買一家貨 就鏡子啦 鏡子應該就是我們要敲破的東西 好麻煩 感覺盧梗在吼 哇 這隻狐狸會說盧梗在吼 左野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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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個結局 有可能和三夜會合的 這本庄的房間 要狠下心 會不會運氣嗎 GO 真的有嗎 真的是工商 三夜壞掉 三夜 我在想 能和你會合 應該就是這裡吧 果然壓對保了 這也多虧了你的青梅竹馬 堅持到最後呢 三夜 三夜 痾 豆芽獸 偷愛者 哈哈哈 壞掉了 三夜 那..那是什麼 蛤 你說什麼 那是 你忘記自己的名字了嗎 看你被異業給吞噬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 我記得小鏡 因為 因為我必須把你破壞掉才行 三夜 等等 住手 蛤 啊 必須破壞 必須破壞 因為太奇怪了 阿卓的家突然成功 變得有錢了 甚至把房子做擔保 肯定是 做了什麼不好的事 再吸取 別人的好運氣 太狡猾了 太狡猾了 所以 我一定要破壞掉不好的東西 我沒有錯 這樣我就能得到幸福了 哇 請在會合之前 讓三夜恢復理智 哈哈哈哈 結局說得蠻順利的 可是就 天啊 敲東西是不是 敲東西是恢復理智嗎 哈哈 我先把這個家所有的鏡子敲掉 是不是 相框算不算鏡子啊 相框算不算鏡子啊 等一下敲東西算不算理智啊 我這搞不清楚 我現在去救你 鏡子 小鏡喔 小鏡你沒事吧 你在哪裡 他好像隨時都壞掉的樣子 不在 不在 他去哪裡了呢 打開了 打開了 放著比現在更多的標本 大概是為了留念吧 拍這些照片 做成了電腦桌布吧 什麼意思 想要調查的地方 這個該不會是鏡子吧 喔 該不會 那個窗裡 喔 找到了 這裡啦 懂了 這支點 因為 大家會漏掉這個鏡子 根據剛才的照片 我記得是這邊 果然 原來是用窗簾藏住了 大家想一想喔 一個鄰居 跑到你家裡 東砸西砸的 墾丁巴崩了 為什麼小鏡不在 之後也比較明亮呢 為什麼動物會說話 真的可以相信小鏡嗎 把鏡子打碎 應該是好事吧 哇 他理智恢復了 原來是小鏡讓他理智 變這個樣子的 他這麼說 小鏡真的是壞人 這也要巧嗎 他現在表情很瘋了 沒有他現在看起來變正常了耶 眼睛開始出現一些明亮的感覺 樣子 要不要帶回去呢 雖然這麼想 但是指示一下 不怎麼指錢的東西了 指指 不要再想這些人都沒有的東西了 這個還沒有開耶 結婚紀念日 哪裡會寫的結婚紀念日呢 喔喔喔 又瘋了又瘋了 該不會這些寫實 秀一哥吧 討厭好髒 好像對待飛在一樣 啊 即便只有你的血 我還是覺得好噁心 我的頭好痛 到底現在算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虎狸嗎 隨時可以切啦 就是想把一件事情做完再切另外一個 又要看那些影子的對話 三葉 不是 虎狸該不是壞人吧 這個 老公 一個完沒完 每天晚上都有啪啦啪啦的聲音 我不是說好要好好處理掉了嗎 吵死了 我照你說的處理掉了 但是換聽吧 騙人 你這麼說還不是偷偷藏起來養著呢 不管你買了多少食物 都會把他給翻出來 裡面都空的 啊 反正就是獸醫那孩子吧 閉門不出到底在幹什麼 不要為這種事情大驚小怪的 你總是這樣 光說不憐 獸醫的事情你也目不關心 一直說 一直都是我照顧他的 你知道鄰居們怎麼說嗎 哼 你才是呢 在公司困難的時候 還敢買七面這種東西 你看 國外的帳單都寄過來了 我根本付不出這麼多錢 雙層的 爸爸帶奇怪的東西回來了 媽媽也買了奇怪的東西回來了 OK 你有在聽嗎 你 住手 那東西很危險吧 喂 都是你的錯 都是你 都怪你把這些東西撿回來 吵死了 台南兵跑來跑去 真煩人 哇嗚 欸 現在我在想啊 這個鼓勵搞不好又是好人 哈哈哈哈 我爸爸帶回來我沒錯 但是媽媽發瘋 爸爸才會想離開他 哈哈哈哈 昨夜的房間 三樓廁所 喔 過不去 好 獸醫的房間 這個這個這個靈魂是 喔 檢查一下 這個 說起來 大哥那傢伙啊 為什麼那個時候消失了 大哥 我記得那時候 三夜撿起吹風機甩一甩去 甚至 他還說放我出去 喔 四面才對 我們打掉四面鏡子了 加這裡面 對對對 漆面應該是鏡子沒錯 感覺再差一點 就能把儀器都連接起來了 獸醫 不可以在這種地方睡覺喔 好孩子 乖乖在床上睡吧 好重啊 獸醫也長這麼大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為什麼 那個人也好 我也好 獸醫也好 明明誰都沒有錯啊 房子 債務 家庭 我已經累了 獸醫 你還醒著嗎 啊 要起作用了 醒來的話 一定會很痛苦煎熬 所以就睡吧 我也會 隨時跟上去的 啊 他還給他吃安眠藥 然後剁他 天啊 媽媽 啊 剛才可能是因為被大哥干擾了 所以沒讀出來 不過現在能看見了 不願意相信 是被母性殺掉的吧 哇 哇哇哇哇哇 大反轉啊媽媽 是 人的血液 大約是體重的十三分之一 大哥的體重是六十公斤左右 裝得下嗎 算了 在那之前 普通人是不會這麼想的 畢竟 他的精神完全崩潰了 親手肢解兒子 媽媽才是最後的BOSS 媽媽不是最後的BOSS 我相信媽媽應該也死掉了 因為剛剛有說會隨後跟上 書房 二樓 最後一間 喔 有刻著文字 Happy 20 呃第二十年 今年日吧 這個嗎 喂三葉快點 okokok 等下三葉來看這個 你們在同一棟房子裡 卻找不到三葉 也就是說 異界的樓層錯位了 我所能在的世界 跟三葉所在的世界 能往來的只有 能夠吸引靈障的強大靈體而已 點是 他們不是會那種求你 聽你話的人 欸欸 欸欸 喔 那我們切換回去 欸切換回去 嗯 切不回去 喔切回去了 這個東西吧 等下電視來吸引 這裡這裡 這個盆栽 真的那麼重要嗎 欸 欸不是這層樓嗎 這個三樓還二樓 這是二樓啊 欸對阿二樓啊 二樓廁所 對啊 我的二樓廁所可惡 雖然是無法開門 但是我們動畫門已經開了 好 繼續 廁所 欸還有那麼多喔 那麼多 好多 我從一樓開始看了 啊 又客房 衣櫃下好像掉了什麼東西 唉 這 我這身容器 這種時候 倒是很方便喔 看起來像是給本莊家的卡片 對了,原來這個房間是客房嗎? 英文 不,這種程度的英文我可以 可惡,開什麼玩笑 客房... 沒東西? 我去 客房有個鏡子 廁所 話說回來,這房子裡幽靈真多 我記得,金色在風水裡是招財的意思 雖然看起來招來的是幽靈 畢竟,這裡也有看起來像是本職惡劣的幽靈 如果三夜看到的話,會差點暈倒吧 算了,現在的我和這些傢伙是同伴 所以會不會被攻擊 看起來是不會 但總決定能火大 好可惡 聽說完 我還是不是這個原因 我真是沒有發光 我只想把鏡子打碎 可惡 英文 我今天沒有發光 好可惡 ар 哇 我剛剛如果是死掉會怎麼樣啊 唉唷 這遊戲都是這個樣子 總是想要 我看一下殺多久 啊 十三分鐘不行 是不是要試好了 如果真的是支點再說吧 浴室 等一下 要玩一玩 玩兩個小時 竟然 竟然 不是九十分鐘嗎 好 看一下吧 得快點洗衣服 我的污漬就洗不掉了 每天要洗的衣服這麼多 獸醫什麼都不用做 只是活著而已 這把鑰匙是什麼 就是 那個人的衣服 難道說三樓的... 這樣 果然還是藏起來了 他們明明說已經修理掉了 什麼意思 三樓的 卓智到底是不是他們的小孩啊 弄弄不是他們的小孩也蠻神奇的 我得太卓智從學校回來之前藏起來 藏什麼 藏在這裡面 不過獸醫可能會發現 我需要鎖起來 如果是掛鎖的話 應該是在儲藏室裡 好 我是老公 我記得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嗎 孩子們長大了 我們說好 這次我們夫妻倆一起去旅行的 對了 把密碼設定成結婚紀念日吧 那樣的話 一定能和你重修就好的 我說 好期待呢 是不是應該帶上我最喜歡的畫中鏡去旅行呢 你看看 我之前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他把他爸爸剁了 聽說 那些鏡子的製作者 在臨死前用生命製作了這面鏡子 只是 看著他就覺得很幸福 用起來很順手 所以我一直把他帶在身邊 旅行的目的地 就選那個鏡子製作的國家吧 老公好不好呢 您答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